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日再品尝贵娘的手艺 下官告辞了 宝贝 想我了 你可没心肝的 早把老年挖在一边了 我是怕老东西看见 他呀 新纳了个徐美人 正在热火头上 不会找我的 那霍天堡呢 早就去逛庙会去了 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庆和新驸马 自敢没当上 倒有心思去凑热闹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他凑他的热闹 你不正好陪我 对 对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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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两个 拿两个 一边 三个 三个 快上 来看 来 来 少 乔乔 这不错 挺嫩的 挺嫩的 快 过来 白 过来 新菜 新菜 大爷 给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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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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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少爷 挺漂亮的 挺水灵的 好 便宜的 看看 好 走开 走 快点 猛猛的 海珍他们是个美人 美如柳燕 嘴若樱桃 又白又嫩 看了还真怪喜欢 这妞多水灵 你的臭老婆子 是她什么人 非情非故 带回去 走 走吧 走 走 走 霍宇这老东西 她真舍得丢了你 我看她是捕食货 说出大天 我不就是个管家婆吗 你有心 你肯娶我 你啊 好好给我看着霍家 说不定有一天我还真娶你 口密复诫 背后骂人家老东西 当面还不是把她奉成她像个狗似的 对我 对我还不是这一套 把我安在货府里 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好你个齐君士 公子 公子 我 好 今天本公子给你个方便 以后军师也要对我多行方便 那是一定 一定 贵娘 这丫头交给你 给我好好整治整治 等活过来再交给我 公子 你这是 少爷我想开开婚 要是我爹知道了 小心罢了你的皮 走 好 你 好 好 我 好 我 回来 你闹什么 别走 坐 过来 坐下 别 去 这是丞相府 我家少爷救了你 我家少爷算是你的造化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哪里 不说 不说就心想离开 我家有名字 你就叫我龙女吧 龙女 是天上的龙 还是海里的龙 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家在海的那一边 可是 可是现在我无家可归了 无家可归 没关系 正好本公子来陪陪你 别跑 管你是龙还是凤 反正我把你从海边捡回来 你就是我的了 跑 看你往哪儿跑 跑 小伍 跑 你 来吧 来人 公子 怎么了 公子 快把它拿下 它是个怪物 拿下它 快点 你们俩给我看看 它眼睛是不是放光 水灵灵的眼睛放什么光 公子 您是不是浴火太旺 烧花了眼了 放屁 这他妈的怪事 姑娘 你再替我调教调教 以后再说 先让她在府里当个丫头 走 王虎 明儿哥再陪我上庙会挑一个去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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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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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老太太的病怎么样了 他好多了 你娘她最近怎么样了 你回来了 你看我怎么样 你能下床了 来, 坐 来 爹 这气色好多了 妙善 你这几日给你娘调理得不错 我喝了几服妙善给配的药 好多了 我还比不上爹 妙善 你每日读经书比爹有悟性 爹问你 怎样才叫大彻大悟 孩儿理解 大彻大悟 就是彻底的觉悟 论到不生不灭的真如石像 也就是正经正道 修成正果 达到大菩萨的境界 好多了 好多了 这怕很难吧 孩儿 倒有此秩序 好 妙善 你很有志气 爹也很高兴 好多了 九年前 我们一家得到了佛祖的救助 才有了今日 你看佛给了佛叔教我们如何做人 又给了医书 让我们救助大香山的穷苦百姓 佛祖保佑大香山 八年来风调雨顺 年景年年这样好 百姓的日子比以前过得好 妙善 您能亲眼见到那位仙人 得到金脸 说明你佛缘不浅 你每日读经拜佛 潜心修行 不辜负佛祖的一片苦心 这爹就放心了 爹 妙善记住了 你们两个 说起话来就没个完 娘有事吗 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他爹 你今儿还不赶快进城里 我告诉你的事 你总也不记在心上 怎么能不记得呢 我这不刚回来吗 我明天就去 娘 王城离大香山这么远 你非让爹到城里去干什么 妙善 你娘说 一定要给你做一件新衣服过生日 爹也是这个心思 娘 爹 我不要什么好衣服 你看我穿的不是很好吗 好什么 十七岁的大姑娘整天穿着带补丁的衣服 让娘的心里不好受 娘给你赚了些钱 无论如何也让你穿上像样的衣服 娘 世间的一切事情 都在感知而已 吃穿好与坏 就在自己如何感觉它了 这身衣服是娘亲手做的 虽然破旧 可是我穿着却很舒服 心里很满足 如果一个人 总不满足 总觉得 别人的东西 比自己的好 即便穿上绫罗绸缎 也会觉得 一会儿这个样子好 一会儿觉得那种颜色好 一往没有止尽 再好的衣服 也不觉得好 娘 您要给女儿过生日 一家人坐在一起好好说说话 不比什么都好吗 孩子 这是爹娘的一片心 这么多年来 娘就这么一个心思 总想找点钱 给你做件新衣服 你就 你就随了娘的愿吧 娘 娘 苗山 娘 就听你娘的话吧 王城封初一十五都有庙会 爹也想去开开眼界 你陪爹一起去 爹 好 您回来了 我把厂院平完了 好 好 好 我把水挑满了 陪爹一起去 让你哥挑 你自己准备准备 你干那么多活了 你去干你的活 明儿我和爹要走了 娘可就全交给你了 苗山这孩子 本是帝王血脉 却跟着我们受这份苦 什么帝王 百姓还不都一样 你没听妙善说吗 受苦自个儿不绝苦 苦也无苦 苦亦乐 生在福中 不知福 福也无福 福亦苦 苗山这孩子 生来磨难 却以苦为乐 沉重目客 一心拜佛 修行悟道 将来一定有出息 说不定能成大事 一个女孩子家 能成什么大事啊 只求佛祖保佑她 平平安安就行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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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来 看看这家的布 少少的梦 少官 您来看看布 我给女儿买块布 好 您给拿这块布 这块 真的好看 来看看 马尔青山 让我瞧 那边看看 你要干什么 别走 你拿好 来了 苗山 你长这么大 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买青山 跟着爹受苦了 爹 您今天怎么了 快跑 快跑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霍府的人又出来了 危害四方 四方不宁 你二位也快躲躲吧 我们为什么要躲 我们又不认识他们 也没招惹他们 姑娘 你有所不知 这霍府 我也说不清 你们还是躲躲吧 好 咱们快走吧 躲开 咱们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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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你们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让本公子瞧瞧 瞧瞧 你们怎么能这样无礼 无礼 我霍公子就是礼 就是 来 给我带走 走 走 不许你们动我女儿 老子就要动 带走 快 走 这位公子 光天化日之下 你怎么可以抢抢民女跟你走 凡人做事 要光明正大 你不怕 造下孽寨吗 小嘴还挺会说的 本少爷无暇与你谈天 先给我带回府里去 爹 不许中 爹 爹 妙善 你是什么人 敢管老子的闲事 本姑娘光临 就是看不惯你这好恶人 偏要管一管 快走 长得还真不错 看来本少爷今天艳福不浅 给我拿下 快走 哥 妹妹 你没事吧 没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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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霍丞相之子 快把那两个贼人给我拿下 快走 快走 给我走 站住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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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相之子又怎样 我关某一项认理不认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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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拿下 是 怎么样 没事 告诉你贼子禽兽 这三针就算初次见面留给你的纪念 下次再作恶 休怪我手下无情 哥 咱们走 走 走 谢谢 先用 哥 那边好像有人家 遭闻一郎中和妙上姑娘吃素 没敢放荤 二位兄弟是不是加几个荤菜 不用了 吃到素的挺好的 不 殿家 只管切些肉来 我和小女习惯素食 不能让二位救命恩人跟着受委屈 好嘞 牛肉一盘 怎么样 成林庙会热闹吧 快别提那庙会的事了 那霍家古少 仗势欺人 今天庙善遇上麻烦 险些出了事 怎么回事 算了 不愿再提此事 多亏有张家二位兄弟相救 还有两位不相识的大侠 才算逃脱此那 不愿我们俩还真不行 多亏那两位大侠 是啊 爹 这世上还有这等无法无天的人 怪不得佛祖说 现今世事人心险恶 不知那两位大侠现在怎么样了 来 请 来 请 他们来了 两位恩人 想不到再次相遇 近日多亏英雄相救 朕不知如何感谢 天使小师何必相信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乃是我们武林之人做人之本 大伯 您就不要客气了 感恩二位尊姓大名 本人姓官 明清风 这是小妹关林 原来你们俩是两兄妹 英雄 不知来自何方准备去往何处 本人和小妹从山东棚来来 走江湖脉衣 四海流浪 哪里有去处 看英雄浮功过人 难道不能找一个好差事做错 有这身武艺靠卖一户口 未免太可惜了 而且免不了受一些刁民和恶霸的气 本人原本就在周府当差 因看不惯周府巧取豪夺欺压百姓 以气质为民 非之那狗官误我反叛 深更半夜派兵抓我 我与小妹逃脱 可家人却惨遭毒手 一怒之下 我宰了那周府 从此成了官府通缉的药犯 我兄妹只好远走他乡 靠卖艺渡水 莫非您就是十年前沙季州府 除暴安良的蓬莱大侠 真是在下 那周官的弟弟齐望 现官居君士是霍丞相的红人 你们二位都在京都卖艺 可要小心 言之有理 今天又打了霍家府狗哨 此地更是不可久留 只是没有想好去处 英雄您如不嫌弃 请到大江山寒舍赞助 为朝廷命犯 正好打扰别人 想那贪官无力 横行霸道 杀人放火 却逍遥法外 而我官某却无立足之地 哥 小心你的伤 英雄受伤了 遭那狗哨暗算 左臂被安器击中 让我看看 白石 官大哥 我爹是郎忠 大侠 尹郎忠 是大香山有名的神医 人称逆帖陵 让他治病 保管很快就好 还有这个妙善姑娘 她呀 行医扎针无所不能 大黄村的四岁哑巴 让他连扎三针 你猜怎么着 哇的一声 就叫爹妈了 周家傲有个孤老太 换了人面疮 老太婆只剩一口气 大家都说没法活了 可妙善姑娘 几片草药倒烂一呼 老太太三天下地 好人一样 你说 灵不灵啊 妙善姑娘 你有这么高的医术呀 两位大哥过奖了 不过 你哥哥的伤 去我们家调治几日 一定会好的 哥 那你就去治治吧 伤了骨头 不可小事啊 是 恩人 别再犹豫了 先养好了伤 再做打算 别叫恩人了 您这么大岁数 这么客气 我一个晚辈怎么故意的去 关大哥 不如我们现在就走 怎么样 别着急 吃饱了再赶路 别着急 别着急 好 来 来 行 上了这奥 七日便可封口 要待全鱼 还得再养上半日 怎么 要这么长时间 大家不必着急 大香山处处都是饱 打猎砍柴种田 养风烧炭 采药 处处都可谋生 再加上山身临命 官兵一般不到这里来 凭大侠这一身武艺 帮山民猎户练武 组织一支护山队 岂不两全其美 这可太好了 对 对 我们现在就拜大侠为师 拜大侠为师 快快请起 不要停 霍丞相的公子 是不是那个 霍丁宝吧 爹 他爹就是那个像太后进禅岩的家伙 真没想到他的儿子跟他爹一样混账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迟早会报应的 爹 官大哥的伤不要紧吧 暗器伤到了骨头 还须再加几回药解体毒 我知道了 我和尹哥这就上山去采 我和尹哥 你快过来呀 你快看 这有几只蝎子爬进去了 我来 来 我看 好了 我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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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哥小心点 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隐哥 你真是个采药能手 什么也难不倒你啊 从小跟着爹爬山采药 树能生巧吗 隐哥 那你为什么不学医呢 家里有你学就行了 再说家里的地药人中 治病的药要人采 现在我给爹当帮手 以后我给你当帮手 这不是很好吗 我刚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时候 真不敢相信 爹娘和你都对我那么好 娘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吃 你呢 从小就保护我 帮助我 爹娘待我真比亲生父母还要亲 能遇上咱们这么好的家 真是我的福分 我一听说你是三公主 还真的吓了我一跳 可过了那一阵 我又觉得你还是过去的妙善 怎么也和公主联系不上 只是不知 大王会不会有一天把你接走 神生父母如果真的要见我 我还是要见的 不是因为他们是国王 王后 而是他们给了我血脉 总要相认 不过 我不会留在王宫 不会离开爹娘 还容易 他说 学了医总得给百姓治病啊 快点儿 快点儿 这得不着 我再找不着 现在 � Medium的人 我给你表卖 他还没有 我很可爱 我跟你叫你 推不上 pequeña ственный 听 EK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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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o 妙善 你刚才说 不会离开爹娘 还有我 那你要是嫁人了呢 妙善 既然我们不是亲兄妹 能不能 来 你快穿上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对 妙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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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做什么 妙善 妙善 等等 妙善 妙善 你生我气了 都怪我不好 我真痛恨我自己 颖哥 不是你不好 是我不能 我已发了宏愿 求功德圆满 就给六根清静 一心修成正果 用心既得行善 救苦救难于百姓 以成正果 岂能心愿意吗 贪图个人欢愉 你 颖哥 你不会怨我吧 妙善 你一心向佛 我赞同你 只要你行不离开穷古百姓 哥哥 是不会怨你的 是不会怨你的 颖哥 你真是个好人 我能怨你 我快走 你去吧 好 如果快走 爹娘要担心了 请公子赐架 再上两个 老子今天要试试这把刀 你们谁上来试试 你们谁上来试试 上来试试 公子接到 真是把好刀 那天那家伙要不是被我毒铁爪击伤 你们早就没命了 好好好 霍公子真是厉害 果然是好刀 今天我只想试刀 不想轻易伤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 给我滚 公子 拿你一套的这把宝刀 别提了 那日在庙会上 我刚寻得一个姑娘 不想被两个满意的搅和了 打了起来 两家伙还真有点玩意 把家丁打得七零八落的 我货家盖世武功何时受过这份气 要不是搅了把好刀 我非栽几个活口 让我解了这口气不可 来 让我瞧瞧 果真是把宝刀 这上面住着字 观清风 观清风 公子 这卖仪的多大岁数 何种长相 哪里的口音 三十岁左右 手长脸 操了一口山东话 好 你个观清风 跑到这儿来了 怎么 军师认识这小子 他可是官府的命犯 抓了十年都没有抓到 好 这回无论如何也得把他激党归案 公子 他逃向何方 越过南门跑了 不过我已派人在大小路口步兵集察 一直没有赌上 从南门跑了 从南门跑了 那么他很可能跑进大象山了 那我们就派人去搜山 这一标之仇 我非造不可 对 霍家的威风不能让这小子给灭了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打到霍公子的头上了 不过 只是这关清风当年号称蓬莱大侠 不可小事 那小子被我用毒铁爪打动胳膊 我这毒铁爪少说也有千钧之力 就算他不断几根骨头 也得断几根筋 哪还有什么招架之力 好 这事先不要惊动丞相 丞相的心里正烦着 你们啊 我派兵跟你一起去搜 只要能找到线索 我再派高手去给你注意 到时候抓住了关清风 可算你为朝廷立了一大功 谁稀罕的功不功的 我只想让人知道 谁惹了我霍家 只有死路一条 好 谢谢 谢谢